所以不是说只是在在家僧俗之中 在立一个在家人 其他的菩萨都叫在家人 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是你跺在人像中去体会的话 那人像之中 你要脱离那个感受 直受就是什么 献出你的志向而已 那叫僧人 那僧像都还是要在在家法中念念之将批驳的 所以既然如此 所以大事什么 大事 你在出家都还 生活还在在家法中批驳 大事就当下就是担当 全然是担当 那就是一切世间的最光明处 就不再跟你分什么僧俗 所以维摩杰也不是跟你分僧俗的 所以人家误会 维摩杰实现的是在家人 他已经告诉你他不受家法 所以有的人说 那维摩杰在家人 他不是跟出家人讲法吗 他是大事 他不是在家人跟出家人讲法 你一跺在在家 就你还执着那个流转 末梢在家 在家就不能讲法 那个大事 那个是担当 他已经告诉你不受家法 你不受家法 再来跟我讲法 因为我还在脱家法 我虽然剃头染衣 我还在脱离家法 你真的是不受家法的人 不管你现什么项 我当然理尽你来跟我讲法 但先问你是不是脱离家法 不可能嘛 跟我讲完你 有时候我说 抱歉我先回家 你不可能不回家 那你不回家 你跟我讲说 你可能你太太会骂你 不可能的 所以那都不是现在人的知见 老是抓着感受的 最末梢的那个在家相 那个流转相 执着相 以为是大事 根本就在世间法中的 那种庄严的担当 那种一切法中的 根本入俗的担当 因为他能入俗时就是什么 这刚刚不讲宗观了吗 不讲为师了吗 名字上讲了 你能够入俗就是什么 真话 就是大决真话 不然那个怎么敢担当入俗 所以他是大事相 那就是根本大事相 所以那个相中 也是什么 方便为众生建立的 能够方便为末法众生 因为在修行上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依处 有个所依处 有个在念头上 念念回观时的所依处 那种庄严 那种礼尽处 但事实上 你要明白 那个文殊事例大致 你是不能用任何行量 来向他的 来去向他 来去思量他的 所以但是这种信德在你心中 极从作起 就是他在当下随机 复感 他应种种激发 然后约起 应激发就是当下 你指明大致之时 你要知道这个大事的信德的 种种的流露 种种的作用时 你就看到文书就在你心中 能够崛起 你另一时间要知道 要体会决心的最初造实 你慢慢发现 你虽然还是凡夫 可你也能够慢慢体会决心最出造的那个亲民 那也是叫做激发而起 那个也叫做急从作起 你不去参当 你也就不知道 你不去去认他 你不去在上面去礼尽 你也体会不出什么叫急从作起 你要正在上面礼尽 你就慢慢感觉到 你那个心之中 慢慢体会出 那种智德 他就会在你心里心水之中浮起 浮现 那也叫急从作起 为什么那叫急从作起 因为他从来是法柱法位 法柱法位 从来不是 根本居足 因行者陷在心中的启发固 他能够现前为你宣说 所以文书菩萨现前时 也是为一切终生宣说 所以顶礼佛祖 这里面叫做求法的仪式 顶礼佛祖 也表示你所有的 虽然采你所有的性德 因为你在大觉体上 大觉无形无相 你怎么猜 性德上猜吗 这个就是佛门中 要讲的最维系的地方 觉你不是说 我一天到晚要猜这个佛 我天天在觉上 觉在哪里 我跟你讲 这一法都不能立 你只到见就是色 你只到觉的时候 就要看到现前的 所有一些作用性德 但现前不是现在 众生流转的现前 是你真正在觉体之中 能够现前的性德 他能够随缘应激 现前的那个性德 就好像参圣人一样 圣贤的关系 圣人你是以什么法为圣 他骗通一切 贤能就叫圣 所以圣人本身无相 你会举一些法 时那些法都不能够立项 法法都是如此 你举在圣时 你只在圣时 圣不能立项 那你要在哪里找到圣呢 你能够统收贤能时 你能够远居一切贤能时 你就是登圣时 所以圣人是知道 假如你真正心中大明时 圣人知道时 你一定是什么 你一定当下 看的是贤 照的是贤 没有离开贤能才有圣 圣不自立 要举贤你才知道是圣 所以释迦如来 发现都是释迦菩萨 他信种种菩萨信德 你要能够认得那些信德 这在界上就告诉你 就是千释迦 那千释迦就随缘都在举了 这不同就是文殊普贤 再举信德 再立明相 就是决心之中 就是要这样的 念念之间为自己批驳 因为你能够这样批驳 将来回头的时候 你才不会什么 不会找不到下手处 你要是学佛 念念之间在佛上看 你要在哪里看 当然在这个现前的 中有的一切能现前的 本来大觉心体的 信德上面参 在大觉心得上面参 你当然会先礼尽文殊普贤 一切菩萨 所以礼尽菩萨时 你不是只是礼尽菩萨 你是为了要全如是大觉 为了要正如是大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lia